驾 驾 没想到 青龙护法 也会有荣言大悦的时候 怎么 我就不能高兴些吗 不 我的意思是说 青龙护法的心情大好 此番的行程 自然是极顺利的 你的账好些了吗 多谢青龙护法关心 我的伤势已无大碍 那就好 你若能助我打开天罗地宫 完成祖辈心愿 重重有赏 多谢青龙护法 师父 来 师父 来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偿 好 我知道 不 你不知道 当今的皇上是个昏君 性情乖烈 杀人无数 若让他统一了天下 百姓将生灵涂炭 师父 只有长公才是人正爱民 他才是皇上的不二人选 师父 找机会 找机会 你一定要逃出去 找到长公 帮他 师父 师父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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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在外面赶车的还没嫌累 坐在车里的倒先喊起来了 我师父撑不下去了 他需要休息一下 不行 他装的 好 你叫中根乌血来跟我说话 妙乌鹰的药 还真是厉害 杨丸 休息一下吧 青龙护法 喝点水吧 嗯 青龙护法 他们把自己的水喝干了 干嘛还喝别人的水 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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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啊 水里 你有毒 什么 你笑狗派人 青龙护法 我冤枉啊 啊 水里 果然有毒 啊 师父 师父 你 快 快 快跑 看来 你们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有我在 他跑得了吗 我今日倒是长了见识 所谓的天罗帝宫四大护法 也不过儿儿嘛 燕丸 你居然干 我敢又怎样 只有你们想打开天罗帝宫吗 啊 燕丸 我怎么知道燕丸 会有所图 没想到 你竟然敢打天罗帝宫的主意 啊 青龙护法 你已经是皇族 又是小春城的城主 还有天罗帝宫做什么 不如就把他让给我吧 我会对你千万谢的 燕丸 放开我 放了你 还早得很 我知道你是打开天罗帝宫的钥匙 那你把解药给我师父 我跟你走 小练 他们死不了 只要你跟我走 找到天罗帝宫 我就会放了你 你对那个天罗帝宫 就那么感兴趣吗 我想要的并不是天罗帝宫 天下我并不在乎 你也知道 我最在乎的 莫过于当今的大洲皇帝 宇文雍 你以为你得到了天下 他就会要你吗 你嘴还这么硬 你忘了是谁 几次差点把你杀了 还不怕死 燕丸 你敢上他 我和你不共在天 你不是最最厌恶元清所的吗 怎么这会儿又摆出了一副 好师父的样子 我燕丸今日不杀你们 便已是人至义尽 至于你这个好徒弟 现在只能乖乖地跟我走 走 小练 师父 哈哈哈 傻子 你 我早知道燕丸没安好心 自然不会喝他的水 那你居然 还让清所 把水给我喝下去 我若不那么做 燕丸怎么会以为我当真中毒 甘心情愿挟持清所做我的前锋呢 怎么 想找我算账吗 想找我算账吗 小练 小练 走 快点 好 朕 执掌天下的秘密 你以为 有了执掌天下的秘密 宇文雍就会爱你吗 那他也要不了你 只要我打开天罗地宫 知道传言非虚 我就会杀了你一绝后患 宇文雍对我如何 你不是不知 你也不想想 你以为杀了我 宇文雍会放过你吗 那你就祈祷吧 让周国皇帝 在你死之后 还会对你情深似海 岂江山于不顾 你想留下线索 让宇文雍来找你 就算我不留下线索 他也一定会来找我 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那就看看 是你命短 还是宇文雍聪明 走 这里就是天罗地宫的所在 怎么不见阎婉的影子 他把小莲带到哪儿去了 谁 母亲 长公 小莲被阎婉带走了 我跟到这儿的时候 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母亲 你可知道 天罗地宫的位置 天罗地宫 就隐藏在 这深山丛林中 六十年一度 阳光升到最顶端 会照射出 天罗地宫大门的方向 明天就是 天罗地宫大门显现的时候 长公 你不是不想打开天罗地宫 拿到统一天下的秘密吗 怎么用 母亲 我要打开天罗地宫 以同天下 长公 母亲 我要圆你的梦 也要圆我自己的梦 长公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燕婉抓小莲来到这里 无非是要打开天罗地宫 只要我们找到天罗地宫的大门 就能找到小莲 救回小莲 走 无尘还真是仔细 幸亏画了这张地宫给我们 秦龙山如此隐秘就驱十八弯 要找到这里还当真不容易 这里有人来过 走 马上就要到正母了 天罗地宫就要出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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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魂珠果然是宝物 看来天罗地宫真的要出现了 啊 啊 啊 那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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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宫在那儿 走 走 走啊 阿勇 阿勇 哦 皇上 婉儿果然猜得没错 依皇上的聪明 不难找到真理 不要以为见到皇上 就可以得意忘形了 你可是从大洲逃到齐国去的 你已经背叛了皇上 许久不见 婉儿当真出落头 更加突出阻 多谢皇上夸奖 可若是皇上单凭这几句甜言蜜语 就想把元清索要过去 依皇上的聪明 不难找到真理 不要以为见到皇上 就可以得意忘形了 你可是从大洲逃到齐国去的 你已经背叛了皇上 许久不见 婉儿当真出落头 更加突出阻 多谢皇上夸奖 可若是皇上单凭这几句甜言蜜语 就想把元清索要过去 那皇上未免也太小看婉儿了 甜言蜜语是不管用的 想控制住小莲 嫂夫人 还要看看你的本事 四哥哥 别动 我手里的可是黎商剑 殿下自然知道黎商剑的厉害 你可别吓我 婉儿的手一抖 元清索的人头 便会落地了 你敢 慢着 婉儿 朕知道你的心愿了 宇文悠 我宁可死 也不要给这种人打开天罗地宫 死 因何要死 宝物就在婉儿的手里 大可以打开天罗地宫共享天下 皇上所言非虚 自然 若你不放心 朕可陪你进天罗地宫 元游 你 当真 当真 难不成 在婉儿的心里 朕 连那元清索都比不上 他怎么能和皇上相比 殿下 皇上已经表明心意 那殿下又做何抉择 小莲是我的妻子 任何人都不能抢走他 那我倒要看看元清索 到底英和有这么大的魅力 小莲 元游 离商索 我手里的离商剑 可是不认人的 元游 清索 好好跟着高城国 皇上 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不 放了他 殿下跟皇上不是敌人吗 怎么这会儿 都没有皇上几个情啊 燕万 能打开天罗地宫的人 是我 你放开于文游 皇上是自愿的 你等 就不要棒打鸳鸯了 天罗地宫的门 只有这一刻的时辰才能开启 过了这一时辰 就只能再等下一个六十年 我不想再等 元清索 快用镇魂珠打开天罗地宫的门 还快打开 皇上 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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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咱们快进去 天下就将是你我的了 阎婉 你能打开天罗地宫 可你却打不开天下至宝,青鸾记 什么? 你只知道,拿到这魂珠跟铃鱼箭 就可以打开天罗地宫 可你并不知道 这铃鱼箭必须我端木一族的血才能开封 才能打开青鸾记 获得一统天下的秘密 小吕 我不信 你不信便可试试看 这天罗地宫的门一旦打开便会惊动里面的石龙 石龙会吐出一个石球 这石球在石槽中转动 等到石球转动到石槽的底部 这天罗地宫唯一的出口就将关闭 到时候天塌地陷 整个山峰也会跟着天罗地宫一起毁灭 整个天罗地宫机关密布 都是我端木一族设计的 如果没有我 你有信心 会在天罗地宫坍塌之前 拿到青鸾镜 安然走出地面吗 青苏你好好留在外面等我回来 黎香剑根本就用不着你的血来开封 原来你把所有的一切都想起来了 对 我把一切都想起来了 叶婉 只要你将解药交给我师父 我会给你进去 找到青鸾镜 好 我有黎香剑在手 难道还会怕你们吗 师父 你叫我养我 我能做的 只有这些了 小脸 是师父对不起你 小脸 四哥哥 我还没怕 有我在 去吧 不行 高长宫不能进去 那就谁都别进去 等六十年之后再进吧 快进去吧 母亲 等我出来 走 走 landed 照片 看看 十的 哈哈哈 看看 再iden stability 陪云 塔 安 踩 股 皇上不必着急 等我而找到青鸾镜 皇上就会知道 天罗地宫的秘密 绝非世人所能想象 离活上远点 否则 别怪我离生间无情 你还是乖乖的 走自己的路吧 好 反正从大门开启到天塌地线 只有不到一个时辰 谁生谁死 还不知道呢 天罗地宫名不虚转 果然是归附神功 在那里 小心 你以为天罗地宫 是谁想来就来的地方 你别吓我 你也没有来过 你 去拿 别乱抖 小心灵伤剑 会掉下去 你就会得不到青鸾镜 没关系 赐个本子 我去就是 不能去 太危险了 你以为天罗地宫 小蝉 以为天罗 一块石板 撑不住两个人的重量 你这样去 只会害了他 也不想害了 pem Eh不 王小 王小 不然有 王小 王小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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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走 走 走 我们 我们都没有受伤 想必是端木一族血脉所为 让我们换起来陷阱 不管怎么样 这里危险 我们离开这儿吧 我们走吧 既然你能化险 你就把它拿下来 要去 你自己去 怎么 你是害怕你的祖宗会算错了机关 保不了你吗 好像拿着离伤剑 口口声声说要打开天罗地宫的人 是你 好 我延晚今日倒是要看看 若我得到了一统天下的秘密 你们是跟着我 还是跟着原青锁 青锁 怎么回事 天罗地宫接连震动 难道是长宫他们触动了机关 夫人不必担心 这天罗地宫乃端木祖先所创 有端木连载 要是还出了什么问题 那就是天液 你 是我 怎么 夫人还以为我诸葛无血 会当真落魄逃走 不敢染指天罗地宫 你身为小春城城主 在齐国皇宫有着深不可测的身份 你又何必为了天罗地宫送了信命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 夫人 这天罗地宫里面 确实有着可以统一天下的秘密 谁不想得到呢 只是 得到统一天下秘密的那个人 绝对不会是高长弓 你又想到什么诡计来害我们母子 你休想进入这个大门 看来 阎婉的心地还没有坏到哪去 他竟然给了你真的解药 可就凭你现在没有恢复的身体 能拦得了我诸葛无血吗 我就算拦不住你 也不能叫你坏了我儿子的好事 再说 天罗地宫的大门早关上了 没有小莲和郑魂珠 你如何打开天罗地宫的大门 哎 夫人真是寡情 你倒是想想 天罗地宫的大门就此关上了 倘若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夫人就是想冲进天罗地宫去救殿下 这怕也救不成 长弓和小莲在一起 他们不会有事 身在边缘 由不自知 秦始皇为人奸诈凶狠 怎么可能会猜不到他死后 会有人来盗取宝物 我看 他们是触动了机关 这天罗地宫很快就要坍塌了 这 皇上 婉儿终于做到了 一统天下的秘密 就在婉儿的手上 别动 别动 你知道这黎上戒的厉害 皇上 婉儿为皇上 可谓倾尽所有 殿下 皇上要为我做一件事 你倒说说看 皇上当着我的念 亲手杀了元庆所 曾理我为大周的皇后 这青鸾镜 这天罗地宫 还有这几百年的秘密 就都是皇上的了 婉儿 你当真瞧不起真 这天下 原本非朕这天下 这皇位 也是朕情非得已才坐上 倘若 用一统天下 来换朕的一生 朕无需考量 立刻便可回答你 朕愿放手天下 与亲所双俗双弃 你 身为一国之君 却口出此言 你可对得起大周的百姓吗 殿下所言极是 所以 朕才来到天罗地宫 看可有方法 让大周百姓 上下安康 到时 朕也可功成身退 哼 你怎么知道 这青鸾镜的秘密 非你莫属 怎么 殿下是有意私夺 不准朕一关吗 天罗地宫尚传自秦朝 本非齐国与周国之物 谁想得到其中之奥秘 那就要看 各自的本事了 都给我闭嘴 现在青鸾镜临山剑 在我的手上 你们在那里争来争去 分明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说得对 你 好 我现在就把青鸾镜给毁了 谁也别想得到天下的秘密 严婉 你先别急 这一统天下的秘密 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更何况 就算是你拿到了青鸾镜 也未必 就能洞悉这其中的隐秘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最可恨的就是你 你以为 我会相信你吗 不信 你就试试看 试就是 难不成 我还会怕你吗 请坐 没想到我阎婉费尽心里得来的 竟然是个废物 你得不到皇上的青睐 我要你何用 师父 天儿 为什么我阎婉费尽心里 在皇上那里得不到半点好处 可原青锁 只是站在那里扭捏作态 便可以得到你们这些男人的青睐 四哥哥 不要 老祖宗的话没错 天罗地宫之门只能打开半个时辰 之后便是毁灭 你说什么 半个时辰 不是 不是一个时辰吗 这是历代青龙护法传下来的有关天罗地宫的最早记载 这上面说天罗地宫之门 无异于地狱之门 只要此门打开 若在半个时辰之内 没有从天罗地宫里走出来 便会万劫不复 这上面还有注解 原本陈吉为秦始皇设定的是一个时辰 但陈吉死后 秦始皇改动了地宫内的设定 使整个地宫塌陷的时间缩短为半个时辰 照此推算 这天罗地宫 马上就要塌了 为什么 为什么玄武护法的传心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为什么 青龙护法终究是四大护法的首领 也该有些别人不知道的消息吧 怪就怪 但朱雀 白武 玄武三大护法 起了弯心 各行其道 并未一直追随青龙护法的身侧 另出而行 另进而止 你 你 我看夫人此时该担心的 不是如何竟不知晓天罗地宫提前毁灭的消息 该担心担心你的儿子最后怎么出了 石龙碎裂 天罗地宫马上就要崩塌了 我看 这几百年的秘密 就要长埋于地下 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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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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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 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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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清索祖,朕可以不要天下 照样,你可以册封清索为我大洲的皇后 你不会是让小莲做大洲的皇后 不会让小莲坐上 天下皇后的宝座 天下 天下在身外中 若能一挥一挡天下的秘密自是极好 若不能,那也是朕的命 至于谁能带清索离开 那都要看把清索的心在谁那一边了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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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你我相识相知十三年 从你六岁那年,母亲将你带来无忧骨 一切早已注定,不是吗 四哥哥,我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 就算天塌地陷,我也不会改变 能不能带清索走 还要看清索答不答应 别忘了你的身份 若你出了什么差池 周国无军 定会成为一盘散杀 任人践踏柔力 殿下未免也太小看朕了 朕孤身前来,早有部署 更可能,朕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一个人回去,这是找死 四哥哥 四哥哥 四哥哥,不要 殿下这一剑若能砍下去 就是成全龙原 语文拥备了原青苏 你可死 古争战杀场多年 早就忘了什么父亲之人 你以为这样说 我就下了军手杀你吗 你敢,你要是敢杀了皇上 我言万,与你不共戴天 连青苏,都是你闯的祸 你还不赶快救皇上 四哥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从小就心地善良 要不是情事所弊 你也不会重逢陷阵 要不是 你不然目睹那些鲜血和尸体 又怎么会,戴上猙獰的面具 物是人非 故心中,早无善恶之念 再说 周国皇帝本就是我齐国的敌人 杀他,也是我分内之事 朕不怕死 只恐死而有害 再没有机会 保护心爱的女人 人死而灯灭 你若死了 小莲或许会伤心 但光阴无浅 过不了多久 她自然会,心情大 最好,一个冷枯如丝的人陪在她的身边 时时刻刻念及此事 她会开心 高长公 爱一个人并非战友 而是能倾尽毕生所愿 让她开心 令她幸福 你告诉我 身为一国之君 后宫废品成全 你怎么带给小莲幸福 对天下而言 朕是一国之君 可对朕心爱的人 朕不过是个普通的男人 在朕年里 只有倾索这一位妻子 只要她开心 是生是死,朕并无所拒 厚颜无耻 你生性风流 就不敢欺骗小莲 你趁小莲失去记忆 肆意妄为 是亲人之危 清索虽然失去记忆 但并非晚 所知所想 切发自内心 她成为我的妻子 那是命 命 我与小莲从小青梅竹马 海誓甚猛 谁也别想把她 从我身边夺走 是你一念所知 认为小莲已死 才会对清索视而不见 次次放手 令她心碎绝望 这一次 朕绝不会再给你机会 伤害她 四哥哥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啊 啊 月月 皇上 你再走 黄霖 小心 清锁 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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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们看 小莲 很若 office 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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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狗王 这就是赢得天下的秘密 这是山川 这是河流 这些是地下的暗道 难怪是我拥有青软剑 便可拥有一统天下的秘密 这样的地图 要是落在善于用兵的将领手中 必然是战无不胜 莫莲 放 去 放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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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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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把门锁给我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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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快走 滚儿 滚 滚 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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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 救救 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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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清索 清索 真是德兰 全不费功夫 本来只想奉命 捉拿大旗叛将 没想到大初皇帝也在 我诸葛吴雪 真是歪打正手啊 怎么 兰陵王要单挑这么多人吗 依我看 还是交出青鸾镜 和周国皇帝 向皇上请罪去吧 做梦 那 你就是犯上作乱 蓄意谋反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剑快 还是他们的剑快 上 杀 明月兄 保护殿下 撤 明月兄 穷克冒追 先救小莲 专攻 你倒要起兵 我不是谋法 而是天下 不该落入庸人之手 成功 我不灭他 他便灭我 金庸城之战截断后援 若不是齐将军及时回访 金庸城此时已成周国疆土 求我母亲逼我进天罗地宫 却在我出来之后 立即给我扣上谋反的罪名 明月兄 我若不起兵 还有活路吗 怪不得你临走的时候 部署兵力对准夜城 成功 拿下夜城 势在必行 况且 我有青鸾镜在手 谁与争锋 殿下 小莲姑娘伤势颇为严重 只能进人事听天命了 一定要救火她 立刻召集全打击最好的大夫 找最好的药 是 是 青鸾镜 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快死了 青鸾镜 不会的 都是我不好 我刚刚不该把高城公引到那边去 我 是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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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四哥哥 我欠他的 我该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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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洲皇帝 你肆意攻击金庸城 杀我兄弟无数 不是还有本事吗 怎么今日竟会落得如此局面 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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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殿下 宇文雍与我有恩 他曾两次助我离开长安城 传我的令下去 好好护送大洲皇帝到集国边界 任何人不得伤害他 是 慢着 清锁是我的妻子 我要带他一起走 宇文雍 小莲心里爱的是我 不然 他不会跟我回到大旗 你还是走吧 我不信 你们说过 让我来学 你不要管 别说话 好好休息 我要学 学你 你们谁 都不要受到伤害 好不好 好不好 清锁 我知道你的心 你来学我 我与兰林王 都无怨无悔 都无怨无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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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我 我 我学 四哥哥 我 我要 跟四哥哥在一起 我 我 不要跟别人 分享 我的 父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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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詞曲 李宗盛 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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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母亲 传公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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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不会再让你过隐姓埋名 受人欺负的日子 我要得到天下 你想念为后 好 这就是天罗地宫的秘密 谁拿到青鸾记 谁就可以 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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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传公 传公 我给你回去 母亲 不 你先去金庸城 与齐将军会合 进行部署 驻守金庸城 我且整顿南军大眼 建军夜城 母亲 好生休息 在金庸城 等待孩儿的好消息 传公 你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心意 我这就回金庸城 与齐将军会合 你一定 也让咱们母子 扬眉吐气 发兵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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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四伯 你先别说话 好好休息 英雄三 从此以后 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 送回大厂 殿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清雄境 这就是传说中的清雄境 殿下打开了天罗地宫果然得到了清雄境 清雄境 真的是清雄境 怪不得殿下会部署我等 在此安营扎寨 原来是为了一煞那皇帝的威风啊 咱们扬眉吐气的日子近在咫尺了 誓死追随殿下 得清乱者得天下 得清乱者得天下 誓死追随殿下 起来吧 殿下 我等大部分将士都继续在此 此处是夜城咽喉 但行军离金庸城越来越远 属下担心 皇帝会派人朝我等后路 不必担心 我母亲已驻军金庸城 金庸城乃是我军之大本营 估自会安排部署 确保金庸城周全 你们跟我来 陆云 表兄 就这几天 你怎么受成这样 我没事 现在长工拿到了清乱经 又将小莲姑娘 接到了营帐 营帐 营帐 我认命 营帐 营帐 表兄 我自己的心我明白 还难受吗 四哥哥 这是哪里啊 在军营里 军营 对 我要带着你打到叶城去 杀掉那个暴虐的皇帝 做军王 这样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做大旗的皇后 乃至天下的皇后 四哥哥 四哥哥 小莲 来 喝点水吧 四哥哥 四哥 你不必为了我 如此 你放心 我已经把最好的大夫请来了 还有这些伤好的药品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看那个镜子 你可喜欢 等你好一些了 就可以在那里梳妆了 殿下 进来 什么 你等着我 好好休息 我一会就回来 表兄 表兄 你不能走 你随长宫征战多年 无异于长宫的左膀右臂 你现在离开 长宫 大将军 只有大将军心疼我们姑娘了 要是大将军走了 云姑娘 云姑娘怎么办啊 陆宇 你跟我一起走 不 我不能离开长宫 我 我不像你一样 为了长宫 忘了自己 明月兄 明月兄 你为何要走 是长宫哪里做的不对吗 还是有难言之隐 长宫 我不像你有雄心大志 或者说 我要考虑的比你多 得青鸾成得天降 你现在已经有了青鸾尖 方肯功务不可 可是我却身为皇族殷亲 我家人皆在夜城 一旦皆干而起 我在夜城的家属 无一逃脱 你让我如何自主 这些事 长宫一定妥当安排 安排 如何安排 就算你答应照顾我的家人 那我请殿下答应我的要求 明月兄请讲 长宫 但凡能做得好 一定答应 马上娶了洛宇 逢她做王妃 老兄 明月兄 你都知道 你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来 我的心里只有小莲一个人 长宫 你好自为之 陆云 我不想勉强你 这把匕首 你留着放身 表兄 表兄 明月兄 出好 驾 驾 驾 好 一直都开始 湛利云狮 湛利云狮 淡山 知火 云姑娘 还是我来吧 你去把衣服洗了 是 喝一点吧 多喝一点 会好得快一些 长公 今天打得很辛苦吗 解语我 这样看来 才像我的王妃 怎么 身上难受得厉害 听他们说 狐狸大将军走了 人各有志 小莲 你还像以前一样 那么喜欢操心 你眼下的任务 就是赶快把伤养好 这花 有点像无忧花 等你好了 我就带你去看无忧花 殿下 几位将军都在义纸杖 等着殿下 想听一听殿下的部署 我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basta 真的 uno 终究竟 走吧 我的 他们 只是 什么 不行 不 怎么 出带 パ 原 怎么 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看 回来之后整个人都轻瘦了 你说 咱们娘娘为什么没跟皇上回来 是因为蓝凌王确实太俊美了 还是 阿世纳公主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咱们皇上已经好多天没怎么说话了 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披揍着 白天就成了行尸走肉 你说他们齐国 现在正好内乱 正是宫妻不备的最好时机 可偏偏皇上他 咱们皇上心里该多苦 我不知道皇上心里有多苦 我倒是知道皇上的腿脚很苦 一战就一个时辰 知道的是皇上在想心事 不知道的还以为太后罚战呢 不行 我得去跟皇上说说 想把人抢回来就去打 不能叫那个什么高长公好受 参见皇后 参见皇上 平身吧 皇上 这里风大 还当尊重龙体 这些日子难为你了 朕国是繁忙 没能过去看你 皇上 不必在意 阿史纳从小生长在可汗之家 甚至一国之君的繁忙与操劳 你这样 朕就更加过也不去了 新的皇后寝宫还未修建完成 就委屈你先在海棠阁里住一阵子 等寝宫一旦修好 朕会亲自接你入住 阿史纳不是娇气的人 住以前皇后的寝宫就是 其实海棠阁也很好 假若皇后寝宫有人的话 没有人 再也没有人了 你若不嫌弃 朕叫下人收拾一下 你便住过去 迷路了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你猜对了 皇宫这么大 我一个弱女子 又能跑到哪里去 清索 你相信天意吗 你迟迟没回来 我很担心你像上次一样逃了出去 我派了许多人在宫里找你 可真正找到你的人 却是我自己 我找到了你 可我现在找不到我自己 清索 你这儿是吗 不 我 他 以免会 参见皇上 皇上您醒了 朕怎么会在这里 是皇上自己来的 皇上喝醉了 赖在这里不肯走 也不想想 昨天刚把这里许给别人 到处又脏又乱了 怎么住人呢 皇后娘娘驾到 参见皇上 平身 皇上 早朝时辰已过 大臣们还在等候 太后命阿时纳前来 为皇上送朝服 等等 不离不弃 宇伦夭 你 你赶紧放开我 你 你没有必要陪我一起死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要放开你吗 可是我做不到 你记得吗 我跟你说话 如果你不信天 那么你可以相信我 我宁可死也不会放开你 请坐 抓紧我 这是上次皇上救回娘娘 娘娘就一直放在身边的 之前那个是破的 后来缝好了 上面还绣着字 不离不弃 退下吧 可是皇上 我退下 是 不是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金带吗 皇上怎么哭呢 皇上怎么哭呢 被朝女子 只为所爱的男人绣金带 都退下吧 都退下吧 原来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 那绝情的花 那张冷漠的脸 都是为了孤权我 这就是你的不离不弃 记住我 永远 Zither Harp 废物 都是废物 皇上 无朽无等 你曾经是如何夸下海口的 这可没忘记 看看现在 朝廷的军队节节败退 连夜城都快成他高长宫的囊中之物了 你倒说说看 你有什么资格恢复皇族身份 还有什么颜面来见朕 我去 知罪 君 现在四方兵力皆有你调牌 你去给朕拿下高长宫 否则 你这辈子都别忘下恢复皇族身份 臣 遵旨 没想到 离商剑到了高长宫的手里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过 浩瀚男帝四手 有了皇上的鱼子金牌 千军万马任我调遣 高长宫 我要你死在我手里 小莲姑娘 还是进去吧 外面冷 我躺了这么久了 也该出来走动走动 小莲 你能走动了 太好了 恭喜叶下 咱们节节胜利 眼看就逼近叶城了 待到打开城门 我们就能找到更好的大夫 来为小莲姑娘疗伤 对啊 以我作戏 打入叶城 对 攻入叶城 不光是要找最好的大夫 最好的药 我还要为小莲成亲 成破之日 成亲之时 小莲将是孤的皇后 唯一的皇后 成破之日 成亲之时 成破之日 成亲之时 小莲 我会尽快攻入叶城 答应我 在此之前 你要好好休息 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走 我们回去休息 姑娘 没想到诸葛吴雪的救援 来得这么快 殿下 刚刚接到细作的消息 朝廷里 有不少大臣都拥护皇上 诸葛吴雪又拿到了玉刺金牌 可以随意调动附近兵力 殿下 除了诸葛吴雪率领的大军之外 另外两路大军已经跟诸葛吴雪会合 人输悬殊 这仗 有些难打了 这倒不怕 虽然他们来得及时 但是人困马乏 正是对敌的好时候 报 启禀殿下 中国皇帝宇文庸 御驾清征 率领十五万人马 已冲破我大旗边境 直奔我军而来 据此多远 中国皇帝宇文庸用兵如神 今日便可到达五十里之内 是 现如今大旗内乱 正是攻击大旗的时候 这可怎么办呢 前有诸葛吴雪三路人马 后有诸国皇帝十五万大军 殿下 殿下 哎呀怕什么呀 咱们殿下有青鸾镜啊 就算有青鸾镜 但我们俯辈受敌 我军 从金庸城作战至此 已经是人困马乏 死伤也不少 更何况 在人数上完全是下风之事 殿下 啊 四哥哥 怎么这么不听话 不是说好了 不要乱走动的吗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四哥哥 我已经好多了 小练 你有心事 是不是在战场上 不是 是我们 马上就要攻入阶城了 我说过的 成破之日 成亲之事 四哥哥 其实我并不在乎 成功 成功 不好了 探子来报 周国大军一到五十里之内 周国大军 陆云 你这是做什么 成功 你醒醒吧 现在不是拿下叶城的最好时机 后防空虚 父辈受敌 陆云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兵法 可跟随你与夫人多年也知道 此时并非前行的最佳时机 应该回到金庸城 固守芒山 养精蓄锐 离夜城咫尺之遥 不可能退 就因为你说过 破城之日 成亲之时 成功 成功 整个金庸城和大齐的百姓 都在等着他们的来临郡王回去保护他们 我早已经做了部署 金庸城不可能会出事 金庸城不可能出事 是因为你节节逼近夜城 诸葛无学打不到金庸城 可以保得了一时 那宇文雍的大军呢 你想如何处置 你的麾下只有五万大军 而宇文雍又绰绰十五万 是 我自己不说 我无需躲了 就因为小莲姑娘 从今以后 我不准你 再进小莲的大仗 是 敏报殿下 所有部署 都已按殿下所示布置停档 初战的三千军士 已在营外等候 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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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羊 洛湧姑娘 你刚才 梦见了谁 洛湧姑娘 你 有没有用 长弓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为什么 为什么心里还在想着别人 你对得起长弓吗 你对得起这么多年 他对你的情意吗 洛湧姑娘 我终于知道 洛湧为何不喜欢你留在长弓身边了 我不许你在伤害长弓 我要除掉你几个祸害 洛湧姑娘 你 殿下不愧是金甲战神转世 这一张打得真漂亮 青鸾镜真是绝世至宝 要不是他的神通 谁能知道这战场之下能有这么多暗道可以埋伏 看来我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以殿下的材质加了青鸾镜 天下无敌啊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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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大夫 是 小林 是我 我发疯了 我中魔了 小林姑娘 你一定要活过来 小林 小林 你不要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怪他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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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小林姑娘旧伤未愈 心上伤疾腹脏 只怕 灰天发力了 小林 小林给小林姑娘喂下了烫药 能坚持十二个时辰 殿下有什么话 就尽快跟小林姑娘说吧 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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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라 快 啊 啊 啊 我 出去 姑娘 四哥哥 我在 小琳你想喝水吗 我想跟你说句话 你说 不要再打了 我不想做话 我说的那些话 只是 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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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 不答了 不答了 我 是不是 真的 快死了 怎么可能啊 你只是 比较虚弱 跟上次一样 慢慢的要好上 我带你去看无忧画 还有 在无忧谷里 也很多 你喜欢的吗 四哥哥 我 对不起 我 我 我知道 你对我好 但是我做不了 你的王妃了 小琳 别说这些了 你先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也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想做的 我都会让你去做 陪你去做 我知道 我 就 快死了 不 不 小琳 你只要说出来 就算是天崩地裂 我也把你做到 我 我 有 你能不能 我 uk 小琳 就在三十里之外 他真傻 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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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盈 你暗花的泪在 心上不断强大 错过的我们要 还能放 可惜复活的飞蛾 狂怜这火花 你现在 在做谁呢 狂怜这火花 以后没有想起我呢 天冷了 你 有没有 动了天剑衣裳 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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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睡着 别睡 冷冷落在心里 梦中的身影 冬结回忆 默默的守候 只为你 盛开在悬崖的花 我是 回忆的 回忆的牵挂 回忆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 相识的恋惭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黑暗花的泪在心上 不断强大 你不要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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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练 我真的 我好想回到你身边 梦里这火花 梦里唱 爱和苗成沙 我忽然 初见识的模样 小练 比暗花的泪 小练 心里头等待 足备的轮廓出透了爱上 心情做的目光 枫断了天涯 好高长公拥有青鸾镜 对阵齐国重兵上去捷报频传 我军初到此地 地形地势 是万分重要的 皇上 说 高长公担枪匹马 迎外求见 殿下 深夜造访 所为何事 你扪心自问 灰君北上 当真是为了小莲 若说上次御驾亲征 是两者兼而勇之 这一次 我宇文雍彻彻底底 是为了倾诉而来 你可会发誓 一生一世 只爱他一个人 殿下 你发誓 是 我宇文雍用鲜血对天发誓 一生一世 我眼底心里 只有原青所一人 永不反悔 如若违背誓言 苍天必诱 他在里面 清索 清索 你把他怎么了 他是我最爱的人 可是为了我 他伤成这样 玉文雍 我把他交给你了 殿下 我没有输给你 我输给的 是我自己 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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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